小姐你好需要什么服务吗 你好我要报案 我的皮夹不见了 民众焦急找远景求助 但仔细看这地方并不是传统派出所 而是在百货公司外头设立的机动派出所 就是为了在过年期间十天春假 针对人潮众多的地点设立 不管是简单的问路 又或者是要报案作笔录 都能在这地方一次完成 过年期间民众举家外出 就怕家中空乘记这段时间被手头盯上 警方也大力宣导 民众可以透过派出所分局 网络申请举家外出 远景会评估后是否为辖区的切到热点 评估后就会在这附近设立室的巡逻箱 至少一天会巡逻三次 另外也能跟侦察队申请治安风水师 警方会直接到民众的家中 检查是否有可能遭小偷的漏洞 民众商家或是宫廟 如果过年期间有大量的现金要存放 但是银行没有开门 又担心放在家里会遭小偷 就可以像这样拿到派出所 要求保管气放 今年十天年假比过往都还要来得长 保全业者表示 确实有接到民众询问短期业务 另外也能选择构造复杂的门锁 或加装电子防盗系统 如果有现象的住户 也能请邻居帮忙收信 避免让小偷发现长期不在家 为了过年期间防贼 住户跟警方都卯足全力 TB的新闻环境 我叫阿曼新闻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